在缅北战役的硝烟中,敏昂来的部队经历了一场血战,损失惨重,约有两万多人战死,负伤,逃跑或投降,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敏昂来部队居然释放逃兵和罪犯,以填补人力空缺,这是何等的窘迫,竟然不得不依赖这些不靠谱的人来增加自身的实力,这也许是战争中的无奈之举。 但在军事专家眼里,这简直是个笑话,相比之下,白索成的下场可能会很惨,以史未尽,可以知星体,以仁未尽,可以明德师,欢迎订阅匠新历史。 敏昂来军兵力告急的绝地反击,根据缅甸方面的消息,从缅北军事冲突爆发到现在四十多天的时间内,敏昂来所下属的缅军已经已经战损了两万人, 当然,其中战死者的比例比较低,相当一部分缅军不是被打散了,成为溃兵,就是直接脱下军装,假扮成难民逃难。 由此可见,目前缅北地带的缅军已经被缅北军事同盟打得军心溃散,兵源枯竭。 缅军表面上拥有三十五万人的庞大军力,实际上至少一半的军队都被分派从事农田耕种,矿山工作等民生任务, 这使得缅军的真正机动兵力仅有十五万人左右。 而这还包括装甲部队、炮兵部队等难以在缅北战场发挥作用的单位。 缅军的精锐边军部队在战场上遭受沉重打击,失去了进攻能力。 同样,下属单位出现了大规模的投降现象,使得缅军在战局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这种胶着状态让缅昂来大将倍感头痛,形势如同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兵多而不惊,临战时却凤毛麟角。 战场上的形势变化莫测,缅军原本庞大的机动兵力在地形复杂的缅北战场变得异常无力,而精锐边军部队的失力更使得整个军队陷入深度危机。 危机之下,一场异常特殊的反击正在酝酿,征召逃兵和罪犯。 面对兵力的困境,缅昂来采取了一项极不寻常的措施,他释放了监狱中的逃兵和罪犯,并命令他们上前线参战。 这个决定,彭佛是在挑战军事传统,然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手段都变得可行。 监狱中的逃兵和罪犯,曾经被束缚的人们,现在被视为军队的最后一线希望,这些曾经被社会抛弃的人们,现在却有机会为自己洗刷污名,用血性与忠诚来为自己赢得尊严,免昂来将他们比作战场上的黑马。 或许他们能在危机中掀起一股奇迹的波澜,缅军正面临着人力的紧张,而释放逃兵和罪犯只是他们渴望填补兵员缺口的临时手段,这也表明了免昂来在兵力困境下的焦虑,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是对未来战局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缅军机动兵力浩劫的担忧。 征兆逃兵和罪犯虽然是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做法,但或许正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才能见到军事领导者的非凡智慧,免昂来或许注定要走上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在这激流险滩的战局中。 它是否能够创造奇迹,还有待时间的见证,免北战场上,免昂来的部队在兵力困境下艰难抵挡,征兆逃兵和罪犯,是他们在绝地反击中的一次冒险尝试,战局胶着,免军陷入困境,而果敢同盟军则在这混战之中斩露头角。 果敢同盟军夺取蜡树的惊天计划,在免北的千里战场上,蜡须显然成为了关键的战略地点,这座小城不仅是免军遏制民族武装南下的屏障,更是一个华人聚集的重要区域,其战略价值无疑让整个军事格局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果敢同盟军早已将目光瞄准了蜡树,北部区域的构筑阵地不仅是他们的防线,更是他们对缅北地区稳定的威胁,缅军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要守住这片土地,而果敢同盟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夺战。 在禁令中,果敢同盟军划定了明确的行为界限,不准向城市里公司企业索要财物,不准破坏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物,这种对公共资源的尊重不仅体现了果敢同盟军的军事纪律,更表达了他们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和文明秩序的尊重。 这是一场文明与战争的融合,是一次以人性关怀为导向的军事行动。 果敢同盟军的光复行动入城禁令,不仅仅是一份规范文件,更是一次以德服人的战争宣言,在这份禁令中,果敢同盟军宣示了对难民的庇护责任,不准向难民收取保护费,要对所有人进行保护。 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使果敢同盟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更是为人民谋斧指的光辉代表。 果敢同盟军在禁令中规定,对于缴获的所有文件,不得擅自处理,必须妥善保存上交。 这表明果敢同盟军在战争中保持了对于历史真相和信息透明的尊重,不以私利篡改事实,为未来的和平与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复行动入城禁令的发布,使得果敢同盟军在军事行动中光辉照人,树立了崭新的形象。 这不仅是对战争规范性的坚持,更是对人性光辉的高度敬畏。 果敢同盟军的行动不仅是一场军事征战,更是一场以德服人的规范战争,为军事行动赋予了人性的温暖光辉。 果敢同盟军的行动计划可谓步步为营,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智慧。 他们发布了入城禁令,强调保护无辜,明确表示不滥杀,不破坏公共建筑,这一行动,不仅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上树立形象,更是为了争取当地民众的支持,为未来的治理奠定基础。 而果敢同盟军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蜡树,他们的计划更是宏大而雄心勃勃,老街,木姐,木邦,以及蜡树都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战略目标。 果敢同盟军的动作不仅威胁到绵北地区的稳定,更将成为一场地缘政治中的一记震撼弹。 白索成的逆袭 敏昂来的支持者 白索成在这场混战中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角色,投靠敏昂来后,他成为电诈赌博重灾区的头目,引起缅军的警觉。 白索成的罪行让缅军发出通缉令,而果敢同盟军已经成功夺取老街东区,使得白索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白索成的逆袭注定充满戏剧性,他可能面临着被击毙、处决,或是选择立刻到边境自首的命运。 这个曾经在果敢地区红颜香崛起的人物,如今卷入了一场生死搏斗,他的选择将在未来的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果敢同盟军正式攻入老街开始,白索成实际上就已经指望不上老金缅军了,因为对于老金缅军来说,白索成所领导的电诈民团,其战斗力最多帮助老金缅军分担一下防务压力。 一旦果敢同盟军攻入老街,那么电诈民团的战斗意志很容易就会被击毁,大量溃兵,反而会对老金缅军产生不利影响。 而从这几天的缅北战报上来看,基本上都是若开军和德昂军和缅军在缅北各地交火,特点是整体的战斗烈度不高,但是交战地点多,而原本在老街地区打得火热的果敢同盟军。 这几天都没有战报传出,那么果敢同盟军通过和平手段拿下老街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缅军以交出老街为代价,让果敢同盟军同意自己撤出老街,保存自己宝贵的机动兵力,至于白索成等电诈首脑和电诈民团,那就是使缅军送给果敢同盟军的见面力了。 在缅北战场上,关键地区的争夺愈发激烈,果敢同盟军的行动计划和白索成的逆袭,使得整个局势更加扑朔迷离,这场地缘政治的博弈,不仅牵动着缅北地区的命运。 更是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与不安,随着战局的发展,故事的结局将会如何,这是一个令人无法预测的谜团。 缅军反扑是必然。 缅军会老老实实交出缅北地区吗?当然不可能,从此前缅军轻浮腊须前线的情况来看,缅军很可能选择以腊须为新的前沿支点,部署重兵,防止缅北军事同盟进一步向缅甸腹地推进,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缅军将会着重加强对腊须一带防线的加强。 而就在缅北战事还未平息的情况下,缅甸空军又从俄罗斯接收了两架苏30SME重型战斗机。 此前在缅北地区的空战中,缅甸空军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甚至频繁出动运12轻型运输机对缅北军事同盟展开轰炸,效果很差。 而苏30SME战斗机即使是在不使用精确制导弹药的情况下,仅靠自身的瞄准系统,搭配上瞄准吊舱,仍然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轰炸精度,这对于缅北军事同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看来,缅甸来打算凭借技术装备的优势,完成后续对缅北地区的军事反扑。 不过,缅北军事同盟的优势也在不断扩大。 除了不断训练新兵,增强自己的地面作战能力外,在拿下清水河等众多边冒口岸之后,缅北军事同盟的经济实力也将不断提升,完全有能力从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各种独次之类的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掉缅军的装备优势。 所以,即使是未来缅北地带会继续爆发激战,最终谁能够控制缅北地区还是未知之数。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